江苏大爷将200万存入银行,拿存单取款,却遭银行驱逐,警方一句话大爷蒙了。 2019年的一天,在江苏省宜征市某银行大厅,一位年鱼七旬的大爷面红耳赤,和工作人员吵得不可开交,大爷挥舞着手里的两张存单,气急败坏地指责工作人员为啥不给他取钱,工作人员被问得不耐烦了,最后一次解释说,都跟你说过了,你这两张存单是假的,再闹就让你坐牢。 众所周知,制造或使用假存单属于金融犯罪,最高将被判处无期徒刑。 那么,大爷手上的假存单是怎么回事呢?探灭案件真相,尽在岸边风云。 事件的由头,还要从2018年说起,这年,家住江苏宜征的黄大爷,赶上政府进行棚改,拆掉了他家的老房子,要说黄大爷运气真的不错,几十平的破晓旧房,拆迁款竟然分得二百万。 不过,黄大爷并没有拿这笔钱购置新房,而是住进了女儿家里,黄大爷想得很明白,他儿子谈了对象,随时都有可能结婚,这二百万必须留下来,给儿子购车,购房,支付彩礼,于是在女儿的带领下。 黄大爷来到银行,将二百万悉数存了进去,存款当晚,女儿拿给黄大爷两张存单,告知父亲,这就是取款的凭证,千万不能弄丢了。 从那时开始,黄大爷对待存单如宝贝一般,放在上了锁的柜子里细心保管,一转眼一年时间过去,到二零一九年,黄大爷的儿子和女方父母达成一致,他提供车房彩礼,女方负责装修,装修期间领证结婚。 喜讯传来,黄大爷松了一口气,总算能给过世的老伴一个交代了,既然儿子要结婚,那二百万也没必要放在银行涨利息了。 第二天,黄大爷就来到银行,要求全额取款,听说大爷要取二百万,银行贵员愣住了,因为没有预约,银行根本没有这么多现金,不过在看过黄大爷递来的两张存单后,贵员释然了,对黄大爷说,大爷,您别捣乱,回家去吧。 明明儿子着急结婚,自己来取钱,怎么能是捣乱,黄大爷感到非常困惑,连声质问道,你可别看我年老,故意蒙我了。 眼看黄大爷站在柜台前,纠缠不清,贵员收起了脸上的笑容,没好气地说,说您捣乱,还是冤枉您了。 这两张存单根本就是假的。 存单是假的,黄大爷简直难以置信,一年前,他亲眼看见二百万存进银行,存单怎么可能变假? 那一刻,他只觉得银行是故意刁难他,甚至私吞了他的钱,眼看取号排队的人越来越多,银行贵员为了让黄大爷尽快离开,直接点明了存单存在的问题。 首先,他接过这两张存单后,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的地方,存单上并没有盖银行的公章。 我们知道,存单属于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合同,加改公章才能生效,显然黄大爷这两张存单并不具备法律效益,自然也不能取钱。 其次,贵员发现一场后,又仔细摸了一下,发现这两张存单明显比正常的存单更薄,自己办理的业务多了,一摸就知道手感不对,肯定是假的。 然而,黄大爷并不认同贵员的说法,坚持要取走自己存下的二百万,贵员不给他取,他就趴在玻璃上大声嚷嚷。 搞得来办业务的群众也围在一旁看热闹,这下贵员彻底忍不了了,当场放出狠话,大爷,你要再闹,我们就让你坐牢。 黄大爷听后哈哈大笑,自己的二百万被吞了,恨不得立马叫警察来,没想到银行还倒打一耙,他不甘示弱,警告贵员说,我还怕你不报警呢。 就这样,双方僵持不下,贵员拨打了报警电话,民警赶到现场,了解过情况后,也认定存单是假的,民警警告黄大爷说,大爷,伪造存单是犯罪行为,罪名坐实要坐牢的。 这两张存单哪来的?你最好说实话。 黄大爷这下懵了,他能不信银行的话,可警察的话不能不听啊,他极力为自己争辩道,我的确存了二百万,不可能造价。 再说了,我一个年迈的老头子,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啊。 黄大爷越说越激动,气得脸红脖子粗,双手指不住颤抖,民警看他不像骗子,于是让银行查一查,他的名下账户是否真有存款,贵员一查系统,还真发现黄大爷名下有二百万存款。 那么问题来了,黄大爷在银行存款不假,这两张假存单是怎么回事呢?得知自己的钱还在账户里。 黄大爷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,可是他也说不清假存单的由来,他只知道女儿把存单给了他,他当宝贝一样悉心保管,有时半夜也会起床看一眼,不可能被别人调包。 民警听后,立马察觉出不对劲的地方,外人不可能调包,但黄大爷的女儿可以啊。 为了查明真相,民警一通电话,把黄大爷的女儿叫了过来,出现在银行大厅的女儿,表情怪异,埋怨黄大爷说,爸,你今天来银行取钱,怎么不跟我说一声? 其后,女儿又向民警解释说,存单的确是他伪造的,但他不不是为了贪图父亲的财产。 原来一年前,女儿陪黄大爷办完存款手续后,拿到了两张真存单,可在回去的路上,他转念一想,父亲年纪大了,万一遇到骗子,被骗子哄着来银行取钱,这可就麻烦了。 于是,他先把黄大爷送回家,然后托人伪造了两张假存单,交给了父亲,至于那两张真存单,黄大爷女儿一直保管在自己手里,他也不会跟弟弟争夺财产,准备把钱全部取出来给弟弟结婚。 不料,父亲却先他一步来到银行,闹出了一场乌龙。 女儿的这方话,总算洗脱了黄大爷的嫌疑,也没有造成经济上的损失,只是这样一来,他伪造存单的罪名就坐实了,避免不了法律的制裁。 至于他会受到怎样的处罚,法院没有公布,我们也不得而知了。 其实,利用假存单满天过海的事情并不少见,但注定有败露的那一天。 相比江苏的黄大爷,上海的刘大爷遭遇更加悲催,刘大爷老半早逝,只剩他和儿子相依为命,可他这个儿子不争气,人到中年一事无成,还总想着占父亲的便宜。 不久前,儿子对刘大爷说,朋友介绍了一个好项目,让他一起投资,让父亲借给他一些钱,刘大爷虽然不乐意,但为了鼓励儿子上进,他还是把一张三万元的存折交给了儿子。 不久后,儿子告诉他,投资挣钱了,三万元重新存了进去。 近日,刘大爷拿着这张存单去取钱时,却被银行贵员告知,他这张存单是假的。 当场选择了报警,民警了解过情况后,认定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有重大嫌疑,于是把他叫了过来,来到银行的刘先生,发现事情瞒不住了,只好承认存单是他花五百元请人伪造的。 原来,他拿走父亲的三万元,赔得血本无归,他担心父亲动怒,只好伪造了存单,得知真相后,刘大爷气不打一处来,坐在银行地板上,垂胸顿足,痛骂儿子不孝,从此之后,被伤透了心的他, 他再不敢轻信儿子了,那么,伪造存单是否真的会被判刑呢? 2021年,江苏阳中市的王某甲为了哄父母开心,花450元,让王某已伪造了一张200万的存单,将假存单交给母亲保管。 2022年2月,王某携带假存单取钱时,被银行识破,当场报警。 最终,当地法院以伪造金融票证罪,判处王某甲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,判处王某已有期徒刑三年。 前段时间,趋近陆梁的朱先生,拿着存款单到银行柜台取钱,却被工作人员告知,存款单是假的。 朱先生慌忙报了警,结果签出了一系列诈骗案。 当天下午,朱先生因急需用钱来到银行柜台办理取钱业务,工作人员接过存款单后发现不对劲,这两张存款单是假的。 陆梁县公安局中书派出所民警,高宾坤,银行贵远说,银行里大额的存款单,十万元以上的存款单是粉色的,十万元以下的是黑色的,真的存款单上面有银行防伪标识,防伪码,而朱先生手里的两张存款单上什么都没有。 朱先生的两张存款单,一张十万元,一张五万元,均是黑色,难怪银行工作人员能一眼识别出真假,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, 朱先生报了警,当民警询问存款单从何而来时,朱先生说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陈某给的,而且钱也是姐姐帮忙存的,警察说,姐姐是银行的工作人员,跟他说有没有多余的钱,他们银行正在开展一项业务,有一个公共的账户存款利息比其他银行存款利息高一至两个点,要特殊身份才可以把钱存进去,所以朱先生就把积蓄拿给他姐姐去存了。 陈某声称,朱先生如果需要用到这笔存款,可以随时联系他帮忙贷取,不需要任何手续,也不需要任何凭证,处于信任,朱先生把钱交给陈某后没有索要存款单,直到近期家里有事急需用钱,朱先生才多次向姐姐索要存款单,可到了银行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。 随后,民警传唤徐某到派出所配合调查,陈某交代,他就没有把朱先生交给他的15万元存进银行里,他就是想据为己有,交代了他在互联网上找人帮忙制作两张假的存款单交给朱先生。 民警深挖线所发现,陈某不仅骗了朱先生的钱,自2016年3月开始,他就利用自己在银行工作的便利,以同样的骗术先后诈骗亲属,朋友,同学以及邻居的积蓄达400余万元。 目前,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逮捕,看完这些乌龙取款事件,不得不说,任何事情都要商量着来。 一位选择隐瞒骇人骇己,不小心就触犯了法律,无论出于何种目的,伪造文件都是不可取的,它不仅违法,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。 最终,虽然真相大白,但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反思,沟通和诚实是家庭和睦的基石。 而法律则是我们行为的底线,不容于悦,心得之余,我们应更加珍惜家庭关系,尊重法律,避免因一时冲动或无知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